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将会为大家提供的是独家的赛车观察视角 见证他作为赛车手的身份 里程碑的时刻一起期待 我们目前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工作车队的批房里 工作人员正在锦楼密鼓地进行着开赛前的各种检查以及准备工作 车队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即将出征的车辆装备好轮胎 这辆车确实非常吸引眼球 作为EVSU的全球代言人 EVSU为王英博打造了全新专属EVSU牛仔图案的赛车涂装 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 也在全车的车身使用的品牌标志性的牛仔布纹 以及仿牛仔口袋的数码打印技术 卡台上也是有很多的臭密朋友以及粉丝朋友来关注到即将进行的基地赛制的比赛 而且在现场能够留意到上午在排队赛结束之后 很多我们的粉丝朋友热情都没有离场 虽然今天的珠海的天气温度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依旧抵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今天这场比赛受关注度程度确实非常高 看台上几乎是坐无虚席 而且特别是我们的温度车队批房正队的这一侧看台 车比朋友聚集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多 大家也和我们一样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这辆涂装的一位组赛车设计师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 细节确实是非常多 比如说看到我们车身经典的EVSO的海欧标 还有位于车门上方车手的名字 而目前我们开的这次车门上又有GT3的标识 也代表着组别 这也是一波第一次以赛车手的身份征战GT3级别的比赛 而且我们上午Q2环节的比赛当中 一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 取得了比赛的结果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王一博所在的工作车队的批房 而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简单的检查工作 车顶的涂装是85号的车标 以及竹叶青蛇相互辉映的一个非常好看 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logo 现在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轮胎检查 包括零部件 出现的这位车手是方俊宇 他将作为85号车手第一棒的选手 在刚位位置上进行发车 那么比赛过半的时候 王一博也将会接棒 继续驾驶85号赛车驰骋赛场 所以说这就中间的涉及到了一个进站的环节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车手的更换 并且在更换完成后 必须按照规则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重新返回赛道继续来进行比赛 而车队的工作人员届时的也会进行简单的车辆检查 比如说轮胎的状况 是否有零部件有明显的损耗 以及玻璃清洁等等工作 方俊宇在今天QA环节的排位赛中 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在QA环节以第一名的成绩 获得了今天的岗位发车 好 目前车辆呢 已经推出了批方 来到我们的维修通道上 请不吝点赞 然后再继续 除了目前我们在镜头里看到的 方俊宇之外 另外还有我们需要关注的车手 就是叶弘利 身为CDCC中国房车锦标赛 年度总冠军的他 也是被视为本场比赛 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而这次比赛呢 他将会驾驶着77号赛车 在赛场上展开角逐 叶弘利驾驶的77号赛车 在今天的Q2排位赛环节 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这也就意味着 在明天第二回合比赛当中 77号车将以岗位的位置 来进行发车 车手也在车上 做最后的检查工作 大战一触即发 赛车确实是一项极限运动 不仅考验着体能 还有对车手的心理素质 反应的速度和创造力 都具有一定的挑战 今天呢 我们的场地呢 是珠海国际赛车场 这条跑道呢 是中国第一座 复合国际汽车联盟 一级方程式标准的 国际级的赛车场 赛道全长4.3公里 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和刺激 好的 一波这个时候呢 也从休息区来到了批房 观看即将出战的队友的比赛情况 目前呢 也正在和车队的工作人员 密切的沟通和交流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出场圈 出场圈其实在赛车比赛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除了可以让车手了解 目前赛道上的路况 天气等空气 更重要的是呢 也是为轮胎预热 因为这个比赛 是不可以提前用额外设备 为轮胎预热的 那么出场 车手 预热轮胎的能力 就尤为重要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会查读 维修区通道的开放时间 也就是现在 让车手进行 抢先一轮的出场圈 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成热身圈 上午的Q2阶段的比赛 王一博整体的精神面貌也好 身体状态也好 都呈现了一个不错的水平 也希望上午精彩的发挥 可以延续到下午 现在依旧平复了 放松 请 donations 谢谢 小chan 乒乓 …… 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到了地方的门口 大家呢也是看到了一博站在地方门口 也发出了雷鸣班的掌声以及大喊声 一博此刻呢也是专注在赛道上 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转播画面以及声音感受到现场 聪明朋友以及粉丝朋友的热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们呢 现在比赛进入切二到了光芒 目前给出的画面是85号车组 即将出场的方俊以及王一博的战车 王一博呢已将作为接棒选手 两下 我们看到在发车格上处于刚位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欧诺车队的85号战车 比赛即将开始 那么一博呢作为接棒车手 目前呢在批房内密切关注着场上的形势以及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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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